我准备花个五万块钱拍个电影 票房方面我看的是比较大了 有个一千万左右我就很满足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胡扯 你甚至心疼的想帮我联系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 但是别急 今天我们说说那些投资特别小还赚了大钱的电影 这次我们用一个简单粗暴的公式来计算 用这部电影的票房除以这部电影的投资 得出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越大就代表投的越少赚的越多 比如阿凡达票房是投资的11倍 咱们就一起打开一个新世界 看看这个倍数最高可以到多少 请允许我介绍以下的五部电影 《杀手碑歌》 1992年的电影 导演是罗伯特·罗德里格斯 他是战斗天使阿丽塔的导演 这部《杀手碑歌》投资4万5人民币 票房是1300万 是投资的290多倍 如果这个数字您还不满意 我们就来看看2015年的作品 《角形架》 投资65万人民币 我承认这也算是大制作 票房是2.8亿人民币 票房是投资的430倍 你是不是觉得利润很可观 那就让摄影机不要停 下一部电影就叫摄影机不要停 2017年上映的日本电影 这一次成本控制的不错 18万人民币 票房是1.8亿 是投资的1000倍 居然能有一部电影 票房是投资的1000倍 你是不是觉得电影这行业太魔幻了 现在就有这种感觉 还是太早了点 一部叫做女巫布莱尔的电影登场 摇晃的镜头 伪纪录片的拍摄方式 这部电影投资了39万人民币 最终的票房是16.2亿人民币 对朋友你没听错 票房是投资的4145倍 然而这并不是极限 排名第一的影片叫做灵动 鬼影实录 这部片子2007年上映 投资不到10万人民币 全球票房是12.6亿 票房是投入的12890倍 我知道此刻的你听到这一串数字 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想要义无反顾的加入电影创作者 这个大家庭 朋友冷静下来 下次有机会 我跟你说说世界上赔的最惨的十部电影 保证你药道病除当场退烧